各位媒體朋友午安 歡迎來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針對越南民眾暴亂事件 波及我國在越南的台商跟國人 外交部林部長今天上午再度召見越南駐台的裴仲雲代表 重申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跟嚴正關切 目前政府包括外交部及相關駐外管處 都全力協助我們在越南的國人跟台商 我們也知道這個事件深受我們國內各界的關注 今天外交部舉行記者會是由外交部林部長主持 在記者會現場我們也請到了越南駐台裴仲雲代表 還有我們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的劉總會長 劉美德劉總會長 那我們在座的還有我們外交部亞太斯的何司長 事實上我們在現場還有我們外交部的史次長 跟越南青商會的吳會長 我們現在就記者會開始 我們請林部長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針對5月13號以來 越南的民眾暴亂的行為危害到我們台商的安全 而且造成我們台商廠房還有財產重大損失的事件 本人在今天上午也再度的約見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陪代表眾雲 我們再次的強烈譴責損害在越台商人身及財產安全的這些暴力的行為 也就是過去這幾天的這個暴動 而且我們也向越南政府表達我們政府非常嚴正的關切的立場 事實上這5月14號的上午我跟裴代表也已經見面 那再之後呢我們也多次的保持聯繫 那要求越南政府要動用所有的力量能夠盡速的恢復秩序 那裴代表也一再的保證 越南政府會全力以赴 會維護我們僑民還有台商人身安全還有相關的權益 那我國的政府呢嚴正要求越南政府要立即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要完全平息各地對台商工廠的暴力破壞行為 儘速地恢復社會安全與秩序 而且充分地保障台商人身及財產安全 那過去這兩天這個情勢有趨於緩和的形勢 那本人也要求越南政府能夠就此次的事件 向我方道歉 要儘速地從嚴懲罰不法的分子 破壞分子 另外在賠償台商所有的損失 本人也要求越南政府要依據 台灣跟越南雙方在1993年所簽署的投資促進與保護協定 立即採取行動 了解在越南台商受損的情形 而且跟我們政府要建立一個合作的機制 來協商我們後續賠償的事宜 我們了解我們經濟部也會在最近 會派團到越南去 會做進一步的協商 那針對越南境內預定在5月18日 舉行的遊行抗議活動 本人也嚴正地要求越南政府 務需動員足夠的軍警跟公安的力量 來確實保障台商 還有我們僑民的人身跟財產安全 尤其是針對台商的工業區 還有台商聚集的地區 要加強所有的偽安措施 來恢復我們台商對越南投資環境的安全跟信心 此外我們外交部也會要求我們駐越南代表處 還有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跟越南的公安部還有相關的部門 會隨時的保持聯繫 來維護我們全體台商還有僑民的安全 行政院已經在昨天啟動我們越南暴動事件因應小組 所有的相關的部會都已經開始啟動 我們也要求各相關的部會呢 全力維護台商 僑民人生及財產的安全 而且要重視台商在越南的投資權益 還有災後求償的事宜 外交部也會指揮我們相關的駐外管處 尤其是我們駐越南代表處 還有駐胡志明市辦事處全體的同仁 要協助台商還有台商的眷屬 他們任何出境相關的政見 還有急難的救助 金融的周轉 機位的調度等難題 我們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會商因應各種突發的狀況 外交部會遵照行政院的指示 要求我們駐越南代表處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全力提供在越南全體台商 急難的協助 要維護他們的安全跟權益 那另外我要在這裡特別的強調 過去兩天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台商朋友 僑民回國 我在這裡再度的保證 所有在越南希望在近日之內 要回國的民眾 僑民 台商 我們都會負責任為他們安排機位 我們也會在越南幫他們安排交通 我們希望讓全體的僑民 全體的台商瞭解 政府對他們的關懷跟照顧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安全 也希望他們能夠在對轉的時間之內 能夠維護他們在越南投資的利益 那我在這裡另外再提一點 就是越南政府 在昨天已經公佈了一個公告 這個是越南的總理 致函公安部 中央機關 直轄省市政府 通知要維護安寧跟秩序 那這份文件呢 我會等一下會送給所有的媒體朋友參考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點跟第四點 那第一點他特別提到要加強管制 不能夠使這個緊張的情勢惡化 而且要嚴格的處理脫序的行為 及違規違法犯計的情形 而且要確實保障社會的安寧跟秩序 而且要必須確保外資企業的正常經營跟生產 那第四點也特別提到 對於我們外國投資的廠商 要提供最好的保障 對越南的外交機構企業民眾 都要確保他們的安全 那這份資料呢 我們也會提供給所有的媒體參考